這是 一個人 一個組合 電影空中監獄 描述搭著飛機 在囚犯移送的故事 現實生活中 台灣首次空中監獄 事情要回到民國100年 開始說起 大批嫌犯從澳門搭著包機 遞搭桃園國際機場 這一架包機總共122人 是警方破獲跨六國電信詐騙 嫌犯回到台灣 每個人神情看不出慚愧 卻似乎看到了一絲喜悅 因為不僅他們回家了 更因為當時在台灣詐騙案 只會輕判 台中地方法院是判刑3年6個月 然後還是法院判決 晚之後逃 目前是通緝中 主賢只判了3年多 到現在都還沒有入監服刑 其他人呢 看看當時 審判終結了26名嫌犯 最終也才10個月 其他不是緩刑 就是一顆罰金2到6萬元 算一算 這邊警方花了200萬元暴擊 載他們回台灣還要便宜 當時的承辦檢察官曾痛批 台灣淪為詐騙王國 他幾乎晚上都在金錢包酒店裡面消費 然後消費完之後 每天都會帶著小姐到他的租屋地點去 詐騙大轉過著奢華生活 住在台中七騎豪宅開明稱 就連在柬埔寨的機房都是豪宅 當時的承辦檢察官 現在看這起案件 私下表示 的確判太輕了 曾經也有辦案援警透露 當時部分成員上了包機之後 口中念念有詞 感謝媽祖保佑 表示回到台灣受審就安心了 從最後的判決來看 嫌犯安心了 但2300萬的台灣民眾 卻提心吊膽 這是台中 綜合報導